大家好,我叫陈晓晴 关于这个COVID-19带给我们的生活上的影响 还是蛮大的 那在疫情期间很多人也被裁员了 就没有工作了,就在家里面待着 那运动也少,吃得又多 我觉得疫情期间很多人都变得挺胖的 还有就是可能无事可做吧 精神特别空虚 人就变得特别懒散,没有散尽心 然后也会产生很多心理的焦虑啊 精神空虚的问题 生理到心理上都有一定的 出现一定问题 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那希望我们的同学们 都能坚持在线学习吧 不论是online的class还是in person回学校的课程 都坚持的把这个精力放在学习上 人就会更有散尽性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疫情期间 我自己本能变化倒不是特别大 因为我一直坚持在拿课程 即使就是害怕病毒 不敢回学校 我都坚持拿网课 然后每天会有事情可做 有精神上的依托 就是好好读书 学习把功课做好 我对于这个online的class 还是in person的 我觉得都挺好的 那也感谢学校在这个疫情期间 给学生们提供了大量的onlineclass 就是让我们多了更多的选项 方便同学们 就是有些同学不想回学校的话 那在家里面对着电脑上课 也是极好的 我很喜欢我们的刘教授 就是录制的视频 然后我们在家里面的话 上课可以听刘教授讲课 课谈之后 我们也可以一直听这些录音视频 跟着学习时操 不懂的话还可以问刘教授 或者在那个中上面 也可以发邮件问 老师都能很好给我们解答问题 所以网课也是非常好的 我也很喜欢 我现在选的课程有混合的 就是有在online的 也有回学校的 都挺好的 所以希望同学们也继续加油 坚持自己的梦想 好好的把课程都修完 拿到自己的文凭哦 谢谢拜拜